我们富华卫视从去年2月25号进入到专巴斯地区 到现在为止整整一年多时间 有很多人问我们在专业此刻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沾潮的家库天天都是私梯泡河 最大的感受我们住的地方有水 因为乌克兰方面切断了专业此刻的迷路用水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使用的是工业用水 工业用水而且专业此刻四区居民用水都是四天才来一次 说的来一次就是那个水非常的细 所以我们要搞大量的水的瓶杂 然后就是停电 一停电的话整个半个城市就没有电 发电机放在冰关里面 没电的时候自己发电 最困难的就是吃啊 有时候买一个面包很快很快 整点咸菜 基本上一年就这么过来 这就是我们在专业此刻的楼梧葱中最大的感受 你看一看 这条公路也是经常遭到炮口袭击啊 所以把司机回到这块啊 我们继续在前线继续观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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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